你們的前路現在打算怎樣走下去 有黃之鋒 羅冠聰等等被所謂入獄 可能未來沒得選 你們怎樣搞呢 未來我們都會面對很多不同的判刑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們在以前都在推動的運動 我們都會繼續做 包括反一地兩檢 或者反新一波的國民教育等等這些運動 還有在社區上面的宣傳 和組織居民的工作 我們都會繼續做 另外我想很短回應一下何君堯 就是說當他可以去信律政司要求覆核刑期 當他可以去信 譬如說 是批評七警的一個判決 他就說他是在行使言論自由 而當我們現在只是批評律政司 去一個報復有政治報復性的一個覆核刑期 他就說我們是破壞法治 那我想問那個龍門究竟在哪裡呢 我就真的摸不透了 沒有 我仍然都說你有你的言論自由 不過你如果批評這個法治的系統 已經是不一樣或者是有政治的審判 我覺得這個是不合適的言論 我都是回應你這一句而已 我沒有說你不能說 不過我是在這裡公開跟你去辯論 和否定你這個說法 我剛才說我寫信去這個律政司 也都代表我的市民去反映的意見 也都行使我自己的責任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擲著大學的教編 在大學的法律的議事堂裡面 法律的那個課室裡面說 我們應該要以這個法治精神 法治理念為重的人 竟然是自己是說一套而做的另一套呢 我覺得這個完全是 它是一樣的言論自由 但是不能夠在那個崗位裡面 去搞亂了整件事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我也說 我行使我的言論自由 我也都呼籲大眾 要去將這個在這個位置上面 繼續塗毒我們的青年 是說以教法律為名 實際上是要抗法律之名 這個絕對萬萬不能 我是以這個為己任 我一定要將戴耀廷 是要將他隔離他現在的位置 我以立法會議員 負責任態度 也都以香港公民其中一個 使命來做好這個工作 拯救我們的年輕人 不能夠再在裡面迷迷茫茫 究竟什麼叫言論自由 究竟什麼行使叫公權 如果我要做了這個工作 我要負責我的責任 這個就是對的了 但是現在你做錯了之後 你又說不需要負責 這個萬萬不可以 他沒有說不需要負責 你已經聽得明白了 就是說不應該坐牢 那他有其他方法去負責的刑責 所以你說你可以提出上訴 我認為應該要提出上訴 認其是不對 但是你不可以說這個官是判得不對 因為他不對的原因 因為他已經夾集了有政治的考慮成本在裡面 這個錯誤 我不是說那個官 我是說律政司 麻煩你解釋清楚 他們都會含沙射影的 整個系統 你也在New York Times裡面 我剛才這樣說 New York Times在外面指指點點 說我們香港的司法系統已經受到北京的影響 請問你有沒有出半句聲來捍衛我們的司法的獨立 在哪裏看到的證據 請問New York Times 我會寫上去告訴他 我會反映 請問show us the evidence where is the influence 直接或間接 你說出來 你知不知畏高而言重 OK 時間所限 今天就討論到這裡 多謝你何君堯和周庭 和兩位談到兩話 在這裡